相信很多人来美地以后都会发现美国的很多家居生活方式和国内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中国人的家里喜欢使用木制地板或者大理石地板 而美国不同他们的家里更多使用的是地毯 它不仅能够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 让你的家里看起来有种奢华的感觉 还能给家里有孩子或者宠物的家庭提供一个比较安全和舒适的场地 因为它比较不容易让人滑倒 并且相比地板或者大理石更加容易清理 还可以经常更换款式 尽管与瓷砖或者木地板相比 地毯需要一些额外的养护 但在吸阴、保暖和整体舒适性方面 它还是十分出色的 因此在美国地毯是非常普遍何必不可少的 当然选择一个好的地毯对于一个家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 在美国选择家居地毯的注意事项 以及可以购买到好看又实惠的地毯的优质网站 首先千万不要为了节省几美元而吝啬于地毯称电 就像建筑需要坚实的基础一样 地毯依靠一层电层来支撑强度和额外的缓冲 地毯称电由橡胶或泡沫材料制成 可以掩盖底层地板的缺陷 从而改善成品地板的外观 它还能起到隔热的作用 帮助控制你家的温度 甚至还能吸收声音 保护你的隐私 消除邻居的噪音 最重要的是 称电在地毯的使用过程中起到支撑作用 因为它可以防止地毯称电和纤维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离 第二 即使是最豪华的地毯 也不必花大价钱 一定要货比三家 找到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和预算的地毯 你可以为每个房间选择不同的地毯 充分利用预算 例如 在忙碌的家庭房中 最值得推荐的是房屋产品 但价格更便宜的低流量地毯 可能恰好适合你的客房 如果你有小孩或宠物 试着用地毯砖代替卷地毯 这样你可以根据需要更换地毯砖 以保持你的地毯看起来清新 而不是在几年后更换整个房间 羊毛是地毯材料中最好的 但价格也最高 尼龙和其他合成材料的手感与羊毛相似 但价格较低 第三 地毯一定需要保养 有小孩或猫狗的房主 尽量避免使用难以清洁的绒毛或高档地毯 在购买之前 一定要询问销售人员关于清洁和维护的要求 了解你需要多久清洁一次 以及制造商推荐的特殊设备或产品 第四 通常地毯的质量越好 则通过保修 房屋保护等提供的覆盖范围就越大 但是千万不要仅仅因为保修看起来很棒 就购买特定的地毯 因为大多数保修实际上并没有提供真正的覆盖范围 第五 地毯的安装质量和地毯本身的质量一样重要 安装不好的话会让地毯留下明显的裂缝 肿块 隆起和其他问题 所以 一定要找专门的人来做 第六 地毯的颜色选择可以根据每个房间的整体色调相匹配 浅色可以让小房间感觉更大更开阔 深色或图案可以隐藏污渍 千万要注意 阳光照射会使彩色地毯褪色 因此 你的地毯在阳光直射下一定要选择防褪色产品 第七 楼梯地毯的选择也是很关键的 因为楼梯很容易磨损 加上地毯必须弯曲到每一步的边缘 刻绒地毯比毛圈地毯更好 因为毛圈地毯之间的空间 往往会在地毯卷区在楼梯上时打开 这种效果被称为咧嘴效 毛圈地毯也会卡住 特别是在任何接缝或者过渡区域 不过 其实最理想的选择是编织羊毛地毯 羊毛地毯是最耐用的 但它的缺点是比较贵 如果预算够的小伙伴们可以考虑 最后 小编给大家推荐几个优质的买地毯的网站 第一个是Rocksource 这是一家提供区域性地毯最大的在线商店 地毯的种类十分丰富 例如东方 波斯 现代 仿骨和地板地毯等等 它家可以买到价格很低 但质量又还不错的地毯 物美价廉 而且可以无条件退货 第二个是RocksUSA RocksUSA一直是地毯零售行业的佼佼者 它家销售服务相当不错 款式多样 品质好 而且价格十分合理 最重要的是 它家发货很快 并且可以在30天内退货 第三个是Rackbowl 它家的地毯是时尚圈的代表 风格多种多样 使用的材料也是安全无毒的可持续材料 因此对家里有小孩或者宠物的户主十分友好 第四个是The Perfect Rug 它家是一家可以定制专属地毯的在线商店 只需三个简单的步骤 就可以在线设计一张室内和室外的地毯 而且前三个地毯样品是免费的 还全场包邮 好了 如果你正在考虑为你的房子选择地毯或者更换地毯 一定要记住上面的小tips 让你的家人采出幸福感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